台灣軍方一架美製UH-60M黑鷹直線機 在1月2日上午在東北部烏來山區失事 造成8人死亡,5人獲救生亡 台灣國防部表示 這架直線機是從台北起飛前往宜蘭東澳進行春節慰面的工作 宜蘭人員包括參謀總長沈一鳴 以及三位張官以及兩名的飛官等人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得知這宗事件後 在1月2日下午前往宜蘭金綠傑身份中心 了解搜救進度並且聽取了簡報 民進黨也宣布即日起停止三日的競選活動 台灣軍方在2014年向美國採購60架黑鷹直線機 分別由陸軍航特部、空軍以及內政部空勤總隊使用 2018年2月一架空勤總隊所屬的黑鷹直線機 在東南方外島蘭茹執行救援任務時失事 造成6人死亡 美國在台協會發表聲明說 向遇難者表達哀悼之意 並且表示隨時就這次事件為台灣提供協助 力英傑表示感到非常榮幸 沈一鳴是一位擁有睿智見解、高度幽默感 並且備受愛戴的領導者、同事和好友 他會非常之懷念他